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再跟大家呢,稍微讲一讲,圆觉 圆觉 这个,前面跟大家讲,声闻道,圆觉道 那么什么叫圆觉呢?圆觉呢,实际上就是指过去 你曾经,你这个人种下了很大的因果 上辈子你做了很多好事,做了很多的好事 或者非常的种了很多的善因 所以呢,你这个圆觉是出生在无佛之世 佛还没有到人间之前 所以很多人根本不懂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没看见过嘛 这个没看见过,那我问你 佛在2500年前还没有在印度出生之前 还没有把佛教带到人间之前 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哪有佛教啊 都是新的来的,总有一天新的要过来的 所以这个就告诉你们 出生在无佛之世,因信好俱进 所以圆觉是什么意思? 其实圆你们也听得懂 圆就是我跟这个人有缘分 我对世界上一切都有缘分 有了缘分之后,我才有感觉 我感觉了这个事情可以做,可以不做 我慢慢的开悟 觉就是开悟了 所以现在人讲的觉悟觉悟 这两个字是佛教里面来的了 所以很多的字,现在用的字都是佛教里面来的 觉悟过去哪有这个字啊 觉悟就是佛教里面 我有感觉,我开悟,叫觉悟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因为没有老师指导 他这个圆觉完全以智慧独自悟道 所以你去看 修心自己靠自己悟的 悟一会儿明白了 哎呀,我加紧 再悟一会儿,我又明白了 加紧 这个人属于圆觉 现在明白了吗 圆觉也能成菩萨 现在明白了吗 所以他们呢,圆觉到的人呢 第一根基好 第二在这一世呢 他们呢会悟,会开悟 你们去看好 你们每个人实际上学佛 都有圆觉这一关 很多人就说 我怎么搞的 我这一辈子怎么这么倒霉啊 开始觉悟了 我这个人为什么 我要去拜佛了 我要去修心了 人家为什么都好 为什么人家念经的人都好 对不对 我最近听说 美国好像有一家 这个连锁店的饭店 好像打得不得了的 好像最近他老板 全部改为素食店了 你们听到过吗 有这么个新闻 所以他觉悟了 他观十二因缘 他知道我有些事情可以做 我有些事情不能做 进而得到正目 解脱生死 他称菩萨 所以叫称为正果之人 正果就是我证实了 我所得到的这个果位 所以称之为 圆觉 圆觉就是批之佛 这个呢 讲给大家听 很简单 比方说大学里的高级讲师 就是副教授 这个教法不一样 批之佛实际上就是圆觉 用现在的后来重新 因为这个佛法还在不停的翻译当中 还在不停的有人在修订 就是跟菩萨能够接上气场的人 所以在佛教界又称为独觉 独立的 就靠自己来觉悟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圆觉 实际上就是独觉 所以今天稍微讲一点这个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时间过了很快 所以我这个 很多事情还没跟大家讲了 那稍微讲一点 那个 因为他们全世界都在直播 我不知道他们清楚不清楚啊 那个看师父的脸啊 还有声音啊 清楚不清楚啊 跟他们反馈一下 那么一个人开悟 我讲到圆觉 开悟是怎么开悟的 开悟呢 就是实际上 悟性是被带出来的 悟性啊 就是这个人 碰到事情之后 哦 是带出来的 我今天倒霉了 哦 你看啊 我没有当心啊 对不对啊 我今天 哦 这就是你的悟性开始有了 悟性是被诱导出来的 现在明白了吧 所以很多人不开悟 他没有悟性诱导出来 有悟性了 才会诱出你心中的禅 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叫禅呢 中华文化讲到现在讲禅定 什么叫禅 禅就是由你心中的悟性而产生的一种理解力 而这种理解力让你能够完全能够驾驭 那就是你心中的禅 禅定 所以呢 在这个世界万物 很多人间的事情都是被隐藏着的 本来属于无相的 但是因为呢 人间的感情的深处 所以人间有很多感情 没有感情的话 你本来很清楚的 你有了感情了 你的思维才会变化 所以才会运化出万象 所以这个运化出万象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幻想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今天我们运化出 大家相聚在一起 那么就是一个幻想 这个幻想呢 大家都看到了 过一会儿 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幻想就没了 因为大家都散掉了 对不对 所以 这就是说 我们会陷入人间的假象 所迷惑 不能自拔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以为这是真的 对不对啊 我是真的 我在人间 我要房子 我要名 我要利 实际上房子 名啊 利啊 时间长了 都没有了 对不对 很多人很可怜 要了这个 要了那个 什么都要到了 最后命没了 就假象了 就假象了